其实是可以看出来我之前比现在脸型是有很大的改变的 虽然说现在脸也不算那么小吧 但至少比之前要好很多 所以这套动作呢也是我亲测有效的 才会推荐给大家 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期视频呢主要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如何瘦脸的 我现在脸也没有那么小吧 但比起之前来说脸型是有一些改善的 所以呢这期视频就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如何改善脸型的 如果大家对这期视频感兴趣的话就继续往下看吧 其实我从小脸就比较大 这是我耿在心里的一个非常介意的一个点 因为小时候即使你年龄再小你也知道 脸小会好看脸大不好看 我还记得我初中的时候 我初一的时候 是我在杂志上看到说你吃口香糖 泡泡泡糖之类的食物的话会使你的咬肌变大 从而使你的脸变大 我当时对这句话深信不疑 所以之后就再也没有吃过口香糖或者是泡泡糖之类的东西 到这儿已经接近十年了吧 一次都没有捧过 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为了瘦脸付出过的 就是坚持最久的一个习惯了 OK 颜归正题 接下来呢我要分享的是一套动作 不能说是我自创的 只能说是我从几年前到现在 我从几年前到现在 然后呢网上出现的大多数的瘦脸草 我都有试过 然后呢我取其精华 取其糟粕 因地之一 因脸之一吧 然后呢选取了一些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比较适合的 然后呢也是比较有效 比较省力的一些动作会接而来 这一面呢我要事先声明 还有一点就是 这个动作 接下来的这一套动作 并不能让你立刻变成按着了baby的脸 因为人的骨头 人的脸型 是从你从你出生那天起就已经有固定了的 如果你想徒手改变你的脸型 这肯定是不可能的 你如果想真的有很大的改变 又很迅速的话 那只能去效果去整容 而且这套接下来这一套动作 它的改变对于 它对于脸型的改变来说 怎么说呢 是日积月累 慢慢的潜移默化的 并不是一夜之间你可能做完之后就有效果的 但是对于消水肿来说 它可能是有顺时效果的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继续往下看 如果你不感兴趣的话 就请离开 也不要喷我 不要骂我 这真的是我亲自测试过有效的方法 所以我才会分享的 好那我们下面就开始吧 首先第一个动作我们从上往下 第一个呢 是额头这块 额头是两个动作 一个是从中间往两侧刮 这样的一个动作 然后第二个动作呢 是从眉骨这 这 眉骨这 然后呢 往上刮 刮到头皮 一个动作做二十次 二十次一轮 一个动作做三轮 然后 是这块 眼部这块的话呢 我是会和 会用眼霜的时候在做 所以呢 这块忽略 然后到脸颊这部分 脸颊这部分呢 也是两个动作 一个是顺着法律纹 法律纹的纹路是一样嘛 然后你顺着法律纹的 这种往上推 一直推到太阳穴 然后呢 在太阳穴站按摩几下 这样 也是二十次一轮 然后一共做三轮 第三个动作 我之前看过一个文章说 嘴角发黑 就是木偶纹的前兆 所以呢 我就会 这样 从你的嘴角这块 踢到法律纹 然后再踢到脸侧 这样 也是 二十次一轮 一共做三轮 之后是从这儿 之后到脸下部 也是两个动作 一个是从下马这儿 最低点开始往两边刮 一直刮到耳后这儿 还有一个动作呢 是用这块 刮下额的这个软肉 然后往上刮 也是二十次一轮做三轮 一共呢 就是这六个动作 我们再重新捋一遍 额头 中间往两侧刮 眉骨往头皮刮 脸颊 顺着法律纹 纹路往上刮 按摩太阳穴 然后木 不是木 这个嘴角这块 嘴角 途径法律纹 往上刮 嘴角 途径法律纹 往上刮 之后 下面两个动作 从最低点 往上刮 刮指耳后 然后按摩耳后 然后下巴的软肉 往上刮 一共呢 就是这六个动作 我是做这些动作之前呢 我会先清洁面部 清洁完之后呢 用蒸脸一蒸脸 然后呢 涂上护肤水 之后再涂 精油 然后 再开始做 哪怕你不蒸脸 然后不涂护肤水 但你一定要涂精油 没有精油的话呢 就用乳霜代替 乳液 代替也可以 反正你脸上 一定要 在你的手和脸之间 一定要有一层东西 做润滑 好了 今天这期视频 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也很感谢大家 一直看到了 现在 如果你喜欢 今天这期视频的话 就请点赞收藏投币 如果你喜欢我的话 也可以关注我 谢谢大家 然后呢 这期视频就结束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